呃 同心大家好 現在來講我們這個 這個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系列論文之二 啊 主要這個 本書叫做天宏 啊 它現在在這個 它現在有PDF 檔 就是有論文檔 你用去下載這個論文來看 啊 之後我會把這個網址裡面 你自己去下載 我這個永久性的開放 你自己可以下載 啊 第二個就說 你如果要聽他的影音檔在YouTube頭上 你把它打天皇 啊 再來你進去那個 他的群組裡面 它全部都有三十六集 三十六集 你可以下去聽 啊 你可以配這個PDF 檔 這個論文來一邊看 還有一邊來聽 你去了解這個 日本喔 他們這個相關的歷史 跟他們的一些 跟對我們台灣有幫忙的一個國際地位 到底這個我們 日本這個母國 到底他的文化跟他的歷史是生成什麼樣的 因為我們有必要去做一個了解 因為我們普遍上 台灣人對這個 日本的歷史沒有了解 所以要對這方面做相關的一些學識 你才有知道了解說 現在 日本在國際社會這個國際地位 到底是生成什麼樣的 啊這個天皇裡面很要緊的就是說 日本這個國家是一個什麼 國體跟政體分離的國家 國體就是什麼 就是大日本帝國天皇 啊他的政體就是下面那個日本國政府 啊這兩個合起來叫做大日本帝國政府 麻煩你去看相關的一些說明 你去解除一些我們現在現有的這個 國際條約 非常非常的要緊 你不可以把這個天皇所簽的一些條約 就是台日本帝國天皇簽的條約 跟他這個學校這個日本國政府簽的這個條約 你把它搞分了 你去解除一些這個國際條約 你會 知道嗎 你會開火去 尤其是這個舊金山和平條約改遷 舊金山和平條約是下一個日本國政府簽的 不是擁有所有一起的那個 台日本帝國那個天皇簽的 那很要緊的 很多人都搞錯了 然後第三個我們要說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天皇 這個我把它變成一個壓縮黨 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MP3黨 一樣 我也在開放在網路上面下載 你如果 你如果說你要用這個隨身廳這個隨身碟 來聽 麻煩你把它下載下來 你要叫這個指示給你解壓縮 你解壓縮後 你就可以放這個MP3來聽 這樣對你的學生也有幫忙 你用一邊看書 看這個PDF黨 你再另外一方面 來聽這個MP3黨也可以 各位方便 然後第四點就說這個完全都沒有版權 你放心 使用沒關係 你盡量叫你的親戚朋友 使用沒關係 這完全都沒有版權 我開放給各位用 沒有版權 你放心 這樣我們天皇這個相關的一些 這個率民的介紹就在這裡 謝謝各位 value 相關 descend 個 我們 要